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7月7日礼拜日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表贴文 呼吁拜登无视要求退选的声浪 要勇往直前地进行毁灭美国的竞选活动 而拜登就持续受到金主的施压要求退选 迪士尼家族女继承人亚比盖尔指出 他将会停止向民主党捐款 直到拜登退选为止 面对着退选的声浪巨大 拜登宣称只有上帝现身劝退 他才会退选 他将会参选到底 拜登同时拒绝接受独立的神经认知医疗评估 并且拒绝将结果公布 辨称并没有必要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七个摇摆州当中 特朗普在其中五个州的支持度领先拜登 好了 在说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告一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星期的直播节目已经在昨晚播出了 足本重温片段已经分别放上YouTube和Patreon的会员频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收睇的话 希望你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持续发展下去 好了 我们说回今次的主题 先去看看特朗普如何表态 支持拜登继续选下去 认真是会玩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这个平台上发表贴文 他说拜登应该是要忽视诸多的批评者 要迅速而且是有力地推动声势浩大 而且是极具影响力的竞选活动 特朗普就进一步讽刺拜登 应该要好像在辩论当中的表现这么厉害 要准确地宣扬正直 比如说要开放边境 要出现势不可挡的通货膨胀 以及就是向中国屈藏 接着他又嘲讽Sleepy Joe 要继续毁灭美国的竞选活动 让中国再次强大 以上就是特朗普 嘲讽拜登的贴文 其实拜登继续这样选下去的话 的而且对特朗普的选情会更加有利 因为越来越多民主党的选民 就是顶不住拜登 那帮人不需要转投特朗普 只要他不出来投就已经够了 目前已经有最少五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表态要求拜登要退选 麻烦要交棒 至于他的金主又怎样山水猴呢 据美国CNBC的报道所说 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Roy Disney的孙女 阿比·盖尔发表了一份长篇声明 他提到 我打算停止向民主党作出任何捐款 除非民主党将拜登 从总统候选人名单的第一顺位当中换了他 这是现实主义 不是不尊重 拜登是个好人来的 为国家做出了令人阴沛的贡献 但是他继续竞选的风险是太高了 如果拜登不退选的话 我非常确定民主党是会败选的 而这个后果将会是非常可怕 副总统贺錦麗 就是一个可靠的替代人选 我们有这位出色的副总统 如果民主党人对于何锦丽的缺点 可以展现出对拜登十分之一的包容 如果民主党人可以停止对何锦丽 鸡蛋里挑骨头 好好地支持何锦丽 我们这场大选还是可以大胜的 很明显有些金主想拥立的副手 就攀走拜登 但是都还要取决于拜登本人的态度 现在有些金主山水猴了 所以拜登上次在第一场选举辩论当中 他的表现就很差 所有民意调查都出来了 他马上就去筹钱 他其实就要展示出一种颜色 给金主看 我自己去筹钱的时候 都筹钱到差不多一份量 你现在说亭娟想逼供 没那么容易 所以拜登 他痴呆就痴不完 但是就常常有口误 甚至也不是很清醒 周不时是这样的 不是抹黑他 大哥 我是没有偏见的 但是我也不做灯粉 是那样就说那样嘛 为什么华语平台这么多灯粉 我都不明白 至于另一名美国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 影片串流平台Netflix的共同创办人哈斯丁 亦公开作出呼吁 要求拜登应该将机会让给党内的后起之寿 金主的耐性越来越低了 不断地要求拜登 麻烦你要让路 那我们看看 究竟拜登怎样来到保飞 他上次的电视辩论 输到一败涂地 我想没人可以否认 就算他的支持者也忍不住 要保飞怎样做呢 没理由要等到下一次的选举辩论才保飞 而且他下次也没什么把握 于是乎拜登就被他那些幕僚 安排了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专访 那就是22分钟的专访 一刀不剪地播出 拜登就向ABC的主持 讲到这一场辩论 他就说那晚真是认真糟糕的一晚 事前的准备 未曾说顺从直觉 而且还因为重感冒影响了表现 并且他两趟前往欧洲的行程 也使得他当晚非常疲劳 即是赖这一样赖那一样 一来就赖病了 老实说作为一个八章几夜的老人家 真的病了的时候 就要他休养 但是你是作为美国总统 你不是作为一个退休人员 那又不同了 作为普通的长者 有感冒 你不应该对他有要求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你选总统 然后他又说很累 很累啊 不要做了 当然 现在有一些报道就出了来说 拜登已经是跟 他那些民主党的州长私人会议上 提到一样东西 他需要多些的睡觉 他指示了幕僚 不要安排晚上八点以后的行程 以便他白天的时候 那个神志是清醒一点 哈哈哈哈 那这些报道是有根据的 不是作出来的 好了 接着说回那个22分钟的专访 拜登就批评 特朗普是一个病态的大话症 就说 特朗普辩论的时候 说了28个大话 尤其是特朗普 即使被关了麦 照样来大喊大叫 使得他分心 拜登就说 意识到自己都失控了 也不知道你想怎样 即是有个人被关了麦 在大喊 那你就不行了 那不妙 那你怎样应付普京 怎样应付大陆 怎样应付其他国家的挑战 原来有个人在你旁边大喊 你都分心了 那 精神的集中力是很低 他自己都认了 好了 主持人问到拜登了 你愿不愿意接受独立的神经认知医疗评估 并且要将结果公布出来 拜登就说 也没必要的 我作为美国总统 每天都接受认知测验 这些根本上就是偷援概念 你现在身为美国总统 做很多事情 其实就不需要由你决定 你背后的幕僚 根本上就是帮你做完决定 靠你的 那就麻烦了 真的 有些人就说 所谓的深层政府 如果有深层政府 他背后 操控他那一班 你只不过是一个台前的扯线公仔 现在所有人都见到 那些金主都顶你不信 你的表现太差了 做扯线公仔 你都要演出一场好戏 给别人看 你是有一个独立的意志 你是有一个清晰的精神 你不可以说话 口齿不清 嘎嘎嘎嘎嘎 不是对于长者的要求很严厉 我再三强调 你拜登是选美国总统 所以他拒绝接受这些认知 但是特朗普接受了两次 而且证实得到 他的测试结果 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 所做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即是没有退化的 拜登很明显是退化了 为什么你不肯做呢 你肯做的时候 你就打念特朗普 等他没什么好说 你又不肯做 一味就说 我的私人医生 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很难说服得到 尤其是支持他那班人 不支持他那些就不用说服了 怎样都不投理 支持你那些都支持不下 认知测试有些什么 就做到最多一个小时 做完 那你又不肯做 肯是别人觉得你有些东西的 主持人再问到他 如果民主党内的元老提出 说你拜登会损害民主党 丧失联邦参议院多数的时候 那你愿不愿意退选呢 那因为参议院都会有三分之一的改选 万一丧失多一两个位 那就不行了 现在是一半而已 拜登就说 实际我们党内都有详细地谈过 都没有人要求我退选 这些是假设性问题 我不回答这些问题 根本都不会发生的 开始好像特区政府的官员上身 假设性问题不回答 他说没有人要求他退选 至少五个国会议员要求你退选 他听不到的 那些声音是 不知道他老到猛了 还是他那些亲信 都不给他一些真的声音 搞到他还以为自己好 我怀疑拜登自己没有什么渠道 去接收那些声音 要靠他的幕僚 反映给他听 他懂不懂用智能手机 我都不知道 你都没见过他按过 特朗普和周时都在网上打电话 在网上 拜登是不是 可能有出帖文 不过不是他出 他的伙计手下帮他出 他听不听到真实的声音 我很质疑 拜登又说到 那些选民应该考虑我任内的政绩才是 我使得北约组织团结起来 我就是不宜的人选 接着拜登又反问 哪个能够有我这么厉害的影响力 使得太平洋当前处于将大陆迫入死角的有利局面 拜登就说 我有能力是可以压制中国的 我才是个强者 拜登就这样说 拜登还说 是我促成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就是AUKUS 我搞出来的 我任内的政绩 我又让到日本增加了防卫的支出 并且我又使得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增加 我又有16位诺贝尔经济学长的得主为我背书 反而特朗普搞到美国经济衰退 他不行 这就是拜登所说的 那无可否认 在外交政策上 拜登的确成功地笼络回欧洲 成功笼络到很多盟友 日本、韩国 而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他没有很积极地笼络到欧洲 反而跟默克尔骂得很僵 但特朗普为何会跟默克尔的关系 骂得那么僵呢 因为美国要求德国增加军费 所以现在德国也愿意增加 拜登就说我领功劳 但无论哪个上位都好 对华政策不会有大转变 这是很明显的 不会有大转变 只会一直压住中国 接着他又说 特朗普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这个又不同意 其实美国很多的选民都不同意 根据不同的民意调查都反映出 更多的选民认为 特朗普如果是当选的话 会使得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那就说完了 现在拜登说自己 特朗普不行 你说而已 好了 接着他再被人问到肯不肯退选 他就说 只有上帝现身劝退 他才会退选 他会参选到底 哇 这个真是好似 你不要说我说了 真的十足林郑月娥上身 林郑就说 是上帝叫我出来选 现在拜登就说 只有上帝现身劝退 他才会退选 即是不会退选 如果上帝在你面前现身 怕你上了天堂 那你就不退选 也不行 即是他一天不盯盖 一天都不退选 他暗示 现在拜登很大决心 他直接说明 上帝现身才会退选 即是上帝现身 被你见得到 你都香了 不退就不退 之前又说他要做好这份工作 这个拜登 所以我认为 他现在的水平很有限 有些幕后势力 都可能要推他出来 继续选 当然拜登自己本人 也好恨继续做下去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看 最新的民意调查是怎样 彭博社委托了一间顾问公司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就说 儘管拜登在辩论的表现失利 但是仍然缩小紧 和特朗普在摇摆州的差距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 最新的结果 在七个摇摆州里面 目前特朗普的综合支持度 是四成七 拜登是四成半 两者的差距 縮减到百分之二 在误差范围里面 阿里桑拿州 特朗普支持度 是四成八 拜登只有四成半 乔治亚州 拜登是四成六 特朗普是四成七 差距只有百分之一 就完全在误差范围里面 密歇根州 拜登的支持度是四成八 特朗普是四成三 上一次的调查 雙方都是四成半 所以拉开了差距 拜登领先百分之五 内华达州 特朗普是四成八 拜登是四成半 上一次 雙方都是四成六 现在又拉开了差距 特朗普领先百分之三 北卡罗来纳州 特朗普的支持度是四成六 拜登也是四成三 在宾州又如何 宾州就很厉害 特朗普一枝独手 一直支持度是领先的 之前都领先的 差距没那么大 现在特朗普的支持度 过半上到五成一 拜登就跌到四成四 所以特朗普就领先百分之七 而且这个差距 已经超出了 误差范围 已经很可信 拜登是比特朗普差很多 这个摇摆州很重要 因为宾州 一共有十九张的选举人票 很关键 至于最后一个摇摆州 就是威斯康星州 拜登的支持度是反先特朗普 拜登四成七 特朗普是四成四 但其实双方经常都是反反复复的 所以那个争辞是很激烈的 但是怎么也好 综合来到计算的话 特朗普的支持度都是高些 他在七个摇摆州当中 有五个州都是领先拜登的 当然只有宾州是在五叉范围以外 值得来到去参考 但其实之前有不同机构做的民意调查 差不多了 另一条问题就是问受访者 究竟你认为 拜登应不应该继续竞选呢 在民主党人那里 就有两成九的人认为 拜登应该退下来 在一些独立支持者里面 就有五成八要求拜登不要再选了 在共和党人方面 就有七成九的人要求拜登退选 这个参考价值没那么大 因为无论民主党派什么人出来 共和党人都不喜欢 不投他 但是中间选民有五成八都不喜欢拜登 就叫他收皮 这个讯号就很强烈了 而且在摇摆州当中 只有三成九的选民 就表示拜登应该继续选下去 面对着这么强烈的民意 拜登的反应是很强硬的 彩领昂居 除非上帝现身叫他退 他才退 他不断失言的时候 我认为是会使到他的支持度持续下滑 无论他说自己怎样政绩标柄都没用 你出来告诉别人 又说自己要多些睡觉 八点钟之后不要安排行程 一会又口误 又说自己是第一位 辅助非裔总统的非裔女性 那是九不八的 喂 你不是女人 你不是何錦麗 他当自己是何錦麗 说话都说到一块块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的就是 纽约时报最新的一篇文章 如何批评拜登 那篇文章就说 拜登在上个星期的辩论当中 表现的糟糕令人震惊 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他退出今年的大选 党内有影响力的声音都要求他退位 民意调查显示 很多选民都希望他这样做 不过到目前为止 拜登仍然在坚持 这个陷阱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就是对正在失败的行为 作出承诺升级 大量的证据表明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失败 我们往往不是重新考虑计划 而是为了这个计划加倍努力 做斗士比做放弃者的感觉更好 纽约时报都表态 叫拜登收工 人类的悲剧之一在于 我们的大脑不是用来做出理性的决定 而是用来将已经做出的决定合理化 即使候选人违反了我们的原则 我们都要支持他们 承诺升级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领导人 往往不愿意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失去了高位 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失去 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 这个做法 就会让他们自我受到打击 自尊心受到伤害 当然 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决定 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 由组织心理学家 斯托领导的几十年研究就发现 在一些条件下 人们特别容易在一些命途曲折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当人们对某行决责 负有直接责任 并且公开支持这个决定的时候 当这个决定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结果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候 当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时候 承诺升级有可能会发生 而令人惊讶的是 拜登目前的处境符合了这些条件 拜登在2023年4月 向全世界宣布竞选连任 他为了竞选 投入了14个月的精力 现在只剩4个月 我希望一些值得拜登信任的忠诚人士 但不是他的团队成员或家人 能够帮助他思考一些问题 我希望他能够谦虚 正直地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不管这些会让人多不舒服 在上星期的一次集会上 他告诉一些人 我知道怎样说真话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 他都不知道怎样听到真话 他拒绝放弃并不总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他往往是环顾的僵化 拜登为国家服务 不单止是要站出来领导 他还意味着要有让位的勇气 你不要像老董那样 当年留下离开是更加困难的 现在拜登也是差不多 上帝出来现身 那我就退了 赶死不走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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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